3个中产党 今天我们谈谈国家机密的问题 但不要紧,我们不知道机密纯粹猜测 不要紧,我们现在的条例是未通过的 你讨论是否返回大陆 所以只要,不然是涉骂国家机密 就算是通过了,不返回大陆 不返回大陆应该是稳固的 但我们今天谈的题目是 究竟华为是否一个党企 为什么会讨论这个题目 最初是国企 国企还是党企呢 我开始以为是国企 我就说是党企 这个说法是国企不是我以为的 因为这件事是 你当我才知道的 我好在香港的传媒已经写过 我不知道突然间美国好像 飞行新大陆那样 其实我其中一个专栏是 过几两个月前 之前已经有说过 华为公司的结构 股权是一个挺有趣的研究对象 就是因为他是 任正非 很多个人 可能有个华力founders 那间公司最低限度要占多少成股票 股权 其实最后面上 任正非只是占1%多一点 有98%、99%都是员工的 我当时写的就是说 这个很有趣 因为他为什么会是 一间这样的私人公司 他的股权是这样的 因为他又不是说 好像一般这样 你现在不是上市公司的话 怎么可以有这么多股东呢 于是他的做法 就是说 他持有1.2几 十年前4几 1.2几 很少的 其他就是透过工会的组织 就是两个股东 一个就是任正非 一个就是各个工会 那个工会 又有持有99%左右的股权 就是里面有多少个股东呢 就是有接近10万个股东 10万个股东 组成的一个股东 9万多 是不是有什么华为的员工 是的 现在华为 这些是很乌托邦的 就是当年 马克思主要说 工厂就要由工人拥有 蓝丝拉夫模式就是这样 是的 还有10万个什么概念 就是说 现在华为是不够20万个员工 就是差不多 有一半的员工 都是在公司有股权的 但是会不会是那些太股 我不明白 他应该是 就是要把你的股票卖给公司 卖给公司的 所以就实际上是 你都不是真的拥有一间公司 你走的时候 你要卖给公司的 没错 就是挂人头而已 不是挂人头 因为他主要的当年的说法就是说 他要给员工一个有因去做事 公司赚钱 资产升值的话 生意好的 那就分钱了 现在外国的新创企业都是这样的 都是派股给一些 但是那些股票可以沽的 是的 不同的 你沽得 沽给谁 你沽回那个 沽回那个 你只能沽回国家 沽回不是国家 沽回那个 沽回那个 叫什么 trade union 那 trade union的回收价是不是市价 他就是市价 他就是年龄会价 他是他猜的 你的市价 因为你没有市价 你没有市价 那你有什么市价 他没有市价 市价是这样的 我读得很熟悉的 外面的人没有我那么熟悉 我看到 怎么说 公家的资料 我看过的资料 我熟悉很多人 因为很早已经看过 他年报好 或者他发放的资料 或者他做访问说的 他每年 是会 我先相信一个 你叫我 出少些粮买公司的股份 我只是打工而已 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 偷公司的钱 或者是 做到数字很小 赚又或是亏 我便看他 他每年 是找deloy 但信不信得deloy 就找deloy 就是四大其中一间 会计公司 我讲一讲给你听 就是 我讲deloy的问题 就是 如果我告诉你 我信不过的话 他会立刻被告到 所以 我根本就不可以跟你说 你这样问我怎么回答你 我问听众 他就说 每年找一间 即是四大的deloy 去做盘数 就说 计资资产 然后公开给员工看 于是就让员工有信心 既然恒资有效 就应该都信得过 是的 他的做法就是这样 问题为什麽料起呢 就是我这些早几个月前 已经知道 可以研究可以写的了 无端端 在美国 早一个星期前 无端端在学界 学界有两个人 就是出了一篇walking paper 就是质疑 说 究竟哪一个是拥有华为的呢 他有形容 刚才一样的东西 他有说过公司的架构 讲小历史 就说 他什么时候会变成 有一间 有一间华为的控股 就是控制一间华为的Tag 控股就是可能得 数以百计的股东 但是华为的Tag 就是这样 就是控制一层 他就说很奇怪 他就说那个Trade Union 就是那个工会 就是其实是很古怪的 如果你看到那个工会 其实是最后 都是会对上去 都是要跟国家交代 这样的 所以他讲完那个公司结构之后 其实他讲的结论 不是很 consistent 他一方面就说 你任正非持有这么少股权 但是他又有一些否决权 又成的话 就说他很大权的 另外一方面 他就说 如果一是就说任正非很大权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这么奇怪 你这个股东的构图 另外就是说 你那99% 是在这个工会里面 工会最终是否要跟党 或者国家交代呢 于是他最终的结论就是说 一来他一方面就说 任正非很大权 有很多否决权 可以说你选一个 只要没有跟党的路线相违背 任正非很大权 另外 如果要跟党的路线有关 另外他的党的说法就是说 你99% 原来 是好像要受国家的控制 那样 就变成了国企 就是他们没有分离 那个说法是党企 就是说 变成了stay-owned 就是国家的 就是国家的 就是究竟华为 他们质疑了 华为其实不是一间先人公司 其实就是一间国企 他们这么说 就是出了这篇文 之后都没算 我们这些学术文章时 有个人看什么东西 是不是自己 就是自己围绕 你讲来我讲什么 但不是的 出了这篇文章之后 就不是什么名的章楼 接下来就 《华尔加日报》 就是去访问 就是做了一篇 我不知道他有直至访问 但是他变成了他所说的 然后写了一大段 就是质疑 或者是指控 就说华为的股权 就令到好人 很多人有这个下想 说他是国企 于是乎 很快了 很多美国人会讨论这件事 接下来 华为也出了一个文章 就说解释 其实他们不是的 就是这件事 就拆开了 香港 就很多人看了 《华尔加日报》 报道之后 就跟着 就执人口上去 就说 你原来是国企来的 党企 是党企 背景 我首先说 通常这些状况 通常都是有agenda 那两个人写了 不想让他写 然后再写 但是我讲一讲 他们讲的 大家不要看document 大家看共产党的结构 就是共产党的结构 就是 第一 它是一个列宁式政党 它比列宁更加列宁式的政党 就是说是一个非常 讲求的一个 所以当你宣誓入共产党的时候 那一刻 你已经要发誓 要遵守党的秘密 服从党的命令 而且呢 而且你就是说 你进了党 其实你没有个人的了 这个是好似 这个是最基本的 就是等于你是 你已经没了根本 你的党是比你个人的 你的党员的身份 是比你个人的身份 所以你要发现 很多共产党员 改姓什么都没问题 因为他们其实党员的时候 就是这些不介意的 所有的东西 你的身份是属于党的 所以当你如果一个公司 大部分是党员的时候 那当然你是会服从党的指挥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 是国企还是党企 但是他当然如果他这样做的话 他也绝对不会是国企 好像他这样说 绝对不是stay owned 因为其实stay就是公司 即是党 其实党是控制国家 以及控制很多其他东西 因为很久以前是come in turn的 就是说是共产党国际 共产党国际都是控制了很多不同的国家的党员的 所以他们可以有中央的一个党组织 同时控制了 因为党 即是说党是有母公司 国家只是党的一部分 而不是国家拥有党 而不是国家拥有党 而是党拥有国家 那个党既拥有国家 亦都拥有华为 又拥有其他海外的党员 都是一样很正常的事 在他们心目中 所以你说 他不是国务员 他的确不是国企 但是他不是党企 他不是党拥有的东西 但是问题就是 因为你所有党员 你都要反对 等于美国曾经指控过 所有中国去的人都是特务 这个是美国指控过这个东西 对不对 其实所有中国 你是党员的时候 你一天没随着党员的身份 你都有一个责任的 所以其实当华为是由 大部分都是党员去控制的时候 已经不存在国企 或者不存在党员的问题 他在体制上 已经是要为党的利益服务 因为一个共产党员 你没有父母 没有什么的 你最亲的人 就是你的党 我可以讲一个例子 是所有中共的高级党员 甚至如果生病 如何医 都是要由国家决定 都是由党决定 你自己怎么医 可能两年前 他上书党中央 为什么我们的父母病了 母母病了 我们做子女的 不可以控制父母的病情 要由党去控制病情 就是控制用什么方法 医生 因为当你是高干的时候 你是国家的重要资产 党的重要资产 所以他们的整个制度 就是一个这样的制度 我先讲讲我的看法 你先看看 你如何看我和大师的看法 是不同的看法 尤其是他说到国企的时候 我先讲讲例子 华为由80年代尾开始起家 发展了80年代尾到现在 即30年了 一直以来 他们都是做得很辛苦的 他有国企的 即是在这个电讯行业里面 有几间 重点栽培国企做电讯的 我要问的就是一件事 就算大师说的是对 我也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传统以前批评 尤其是这些相对右派的经济学家 都说这些国企做生事不行的 是赚不到钱的 因为里面的产权问题 他又给不到很多有因的人去做事 我问的问题就是说 在这个行业里面 最后跑出来的这间 就是华为 就算中兴 我就是想问 其他所谓的党企国企 是不是都是用这样的架构 不是 全部不同 就算中兴 中兴已经是中间少少的 不是最国企的国企 当时就说他们的董事会 有很多个都是那些干部 所以现在美国才说 我们就要找人监察 究竟能受到国家控制 华为又不是这样的 他不是这样的 1944年也不是这样的 有国企做的 电信公司 电信公司 电信行业里面有大的 有成是四五间路 最早八九十年代 华为不是那么厉害 华为是慢慢打上来 他自己 我要问的就是说 为什么共产党 他如果是要重点栽培 不然待会有国企 为什么 大家一直都说 以前共产党 尤其是国家之前 全部都是国企的时候 效率不好 到他开放之后 他仍然保留了国企 电信是一个行业 有国企又有 不是国企 我解释给你有没有 而跑出来的就不是国企 亦都是估不到的 他之后会不会想控制华为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问题事实上 生意做得好 赚得到钱 那间受欢迎做的 产品是好的 就是华为 我解释给你这个问题 这是控制1979年之后 中共的体制 就是想用这个方法 就是不管黑猫白猫 能捉老鼠就是好猫 你看明不明 他中国移动做得好 他都在做亂通 他就要你的竞争 他其实 只要你全部都是一种人 就是等于我们做 比如你做保险 为什么要七阶人 我派这么多间出来 就是等你们竞争 你们谁跑出来 就是他们都有竞争 就是等你们自由活动 所以这个是他们用这个方法 就是这几十年来 中国一向都是用这个方法 就是那样的质 为什么现在他不用国企 他都是 不过全部都竞争人 个个体制都不同 看看你们谁跑得贏 就是不管黑猫白猫 能捉老鼠白猫 这个正是中国这几十年来 成功的方法 所以最低限度 在经济的角度来说 他是一间私企 在经济上 他真的做到一个 不会像传统国企的那个 那么不上进 在研发那里做 他的研发会披头很多 很多奖励 这些是似私企的做法 他这么说 这个角度来说 他就是一间私企 你们全部都是自己人 这么多间都是自己人 但是每间的固定都不同 我问一下哪间跑出 不管黑猫白猫 只要你们最高那些人 不是脱离多的手指 就任你搞 我觉得这个情况 不是跟地方政府一样 就是原制竞争 就是每一间的国企 全部都可以自由去做他想做的事 所以任正非 1%都可以控制整间公司 党被你自由控制 但问题就是 你去到一些紧要的关头 就是由政府决定 比如深圳和广州 我竞争 谁是全中国的IT中心 深圳赢了 中共就把资源放进去深圳 我想这个情况 会不会都是这样 但无论如何都好 你华为都要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当美国认定你是一间 就是港企 或者国企 你就说什么都没用 因为其实你不仅华为 你中兴这些都是 因为你或多或少 你都要由党去控制关键的决策 只认真守党的计论 保守党的秘密 这个是所有的 服从党的领导 所以结果就是 你所有的中国企业 你都没有办法去摆脱 美国对你的指控 好 这一集就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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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